好丁宏瑞 我覺得中投獎第一個應該 還是會告訴老婆吧 不然 這會蠻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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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好 好 - 字幕字幕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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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中投獎第一個應該 - 還是會告訴老婆吧 - 不然... - 這樣會蠻慘的 - 民潮的朋友們 我是Melanda - 聽者說 是怎麼起源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都離不開 服裝、美妝、保養品 那我覺得就是看到這三個的趨勢 所以就先從保養品出發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網路媒體的時代 所以真的看到電商真的是未來的趨勢 創業的路上我覺得最困難應該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怎麼去抹合不一樣的個性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一起工作 那怎麼克服就是要訓練自己的領導才能 還有就是有時候就是避免不了當一下心理醫生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網路、社交媒體很發達的一個時代 大家都很有機會創造自己的事業 所以怎麼在這個事業體裡面跳出來 這是很困難的 怎麼克服應該就是要真的很找到自己品牌的特色 然後擁有一個很好的團隊一起去幫你成長 閃光肌膚怎麼練成呢 我覺得秘密真的在精華油 還有就是我們的Normal調理水 要先去角質 然後還有就是上油、風油 這樣子就會有一個閃光的肌膚 要推薦Normal三樣產品 第一個就是洗蟹 我覺得洗蟹是保養的第一個步驟 要很好的清潔你的肌膚才會有好的皮膚 然後第二呢就是Normal的調理水 也是要去死皮 然後去角質才能就是好好讓後面的保養品吸收 然後最後呢就是我們的精華油 精華油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風油的作用 讓你的皮膚不會那麼容易水分蒸發 分享給就是想要創業的年輕人的一句話 怎麼辦我覺得自己我還是年輕人 就是我覺得要謙虛的學習 不要放棄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要觀察時代的轉變 然後也要在這個迅速的轉變裡面 就是快速的成長 平常那包包裡面會有什麼呢 大概就是基本的 錢包 然後我很需要的就是護唇膏 因為我就是我的小怪癖 就是我很討厭我的嘴巴很乾 所以護唇膏我一定要用的 這一題我老公好像也有回答過對不對 中了頭獎會跟誰說 第一個應該 可是會告訴老婆啊 不然 他會蠻慘的 當然要說啊 那不是對全世界說 就是可能我們 最好的朋友家人說吧 然後 要出去玩一趟啊 然後 對跟家人分享 就是我們平常已經很厭倦對方了 好沒有開玩笑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兩個都很享受 因為平常我們兩個都很忙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 很多時間的 可以密集溝通 然後看電影 煮菜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一些 兩人相處的一些時光 30秒怎麼認識我 林超的朋友們 我是Melinda 然後 有自己的保養品品牌 平常喜歡 游泳 吃東西 應該是一句話 蠻快速的可以認識到我的個性的 不要過分的熱情 就不會過分的冷淡 那我跟其他品牌最大的不同呢 我覺得就是 直接簡單好用 然後 非常整個 business model 都是很透明化的 希望可以跟我們的客人 因為大家都是專家 就是魁首一起去創造 就是很好用的 簡單的保養品 然後希望推廣給大家的理念 就是我們是一個 community 一個保養的社群平台 讓在這個平台裡面 大家都可以分享互動 然後教朋友 還有呢 我覺得我們的產品 就是集合了 包裝很美 然後價格很親民 然後東西好用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一個特色